很多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对象 有人可以将情感表达出来 有人却只能将情感埋在心里 但不管是哪种人 他们都一定很想说出我爱你 这三个字 主本第一次在画本研究室看到了阿九 眼睛几乎是刺痛的 那些樱花飘落在窗戈 阳光洒落在阿九拿着画笔的手上 他回眸了那一瞬间 主本知道自己的心 沦陷了 可是专注作画的阿九被惊闹了 他跑出画室 却看到了叔叔花本教授 和一群学生在一起聚会聊天 原来主本一群人是 冰田山美术大学的学生 常常会跑到花本教授的研究室 和花本教授聊天 而阿九正是花本教授的侄女 查班成为了美大油画系一年级的学生 因为有着情人的艺术天赋 常常能随手画出 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在这些大学生中 除了汉后单纯的主本 还有已经在美云工作室实习的 建筑系学生珍珊 以及桃一之珠的山田 包括那不修蝙蝠 为人散漫的建筑系天才 森田 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森田喜欢旅行 也正是因为旅行 错过了期末考 成为了迟迟必不咬夜的刘基生 然而没有想到 神出鬼没的森田 竟然出现在了阿九的画室 手里还断详着阿九的作品 表示十分的赞叹 这是阿九第一次见到传闻中的森田学长 然而也是第一次被森田无力的举动 给吓到了 他躲在主本的身后 切生生的看着森田 最后鼓起勇气 抢回了自己的画本 跑了出去 而被抢走画本的森田 看着阿九离开的背影 散漫的构起了嘴角 浅浅的笑了笑 而跑出画师的阿九 却遇到在草地上 教孩子画画的三年学姐 他就让孩子们画出自己所能想到的 以及所能感觉得到的东西 如风的味道 草的辛香 而这些孩子 却都难以理解 然后正当三年打开阿九的作品后 他仿佛真的感觉到了风的味道 炒得辛香 三天和真山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觉 全世界都知道三天 一直默默丹念着真山 然后三天 就不知道真山喜欢者 比他大几岁的工作室老板 李美 我爱你 你爱他 这个咒语 仿佛像一个无穷的轮回 真山丹念着李美 已经到了如吃如醉的地步 除了收集一切有关李美的东西 作为标本外 还会定点的去跟踪李美 他一边担心会被警察抓住 一边就情不自禁地讨醉其中 而这一切 在被三年同样围碎发现后 他的心 几如碎了 可不料 李美却突然意外回头 看到了身后的真山 真山手无足缩的转身 同样发现了不远处 往忙躲藏了三天 顿时 彼此的爱恋都招乱落街 而主本对阿旧 同样也是一见忠心 可单纯的阿旧 却一无所知 主本鼓起勇气 想与阿旧一直吃午饭 每次他们一起吃街角好吃的单包饭时 主本都感觉到异常的幸福 而阿旧 也真诚地感谢主本 能陪他一起吃饭 但这份感情 却出了意外 曾经还是一如既往的随性无常 你一感到了 就能创造出轰动天下的作品 现在的他曾著手雕刻一个独特的模型 这个场面被阿旧在一个夜晚偶然遇到 那专注的身心 不知为何突然吸引了阿旧 他好像受到了橄榄一样 默默地戴上了耳机 利落地在画架上铺上一张纯白的画纸 握紧画壁 肆意地在白纸上叠染了各种色彩 没过多久 白纸上沾翻了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观 而当花本教授和主本看到阿旧的油画作品后 深感阿旧不服天才的名声 而森田也完成了自己的金石之作 那是一见森田自己设计的母雕手杂 当你抬起头来 能目睹整个母雕的全貌 这个作品花费了森田很大的精力才完成 克雷后的森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 就不小心碰到了拿着画笔的阿旧 当两年眼神出奇时 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两年一起玩怪地挥出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作品 隐约看到在黑色颜料处 是一双紧握的手 森田的木刻变成了商品 以500万日元的高价 整年在灾难管理 出席展会的除了美大的学生 还有事务所的礼美 珍珊 失神地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女神 却不知道三田 也正失神地看着自己 情不知所起 一往情深 三田知道珍珊喜欢的一妹 也明确地拒绝了她 可是却始终无法洒落放下 展会的世俗 一见二余奉承 让珍珍非常不满 她拉着足本四人一起驾车去了海边 无个人第一次看到了蔚蓝的大海 大海拥有包容天地般的壮阔 他们高兴地缓蹦乱跳 大海高呼着 情尊万岁 这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模样 等到晚上 珠本下定决心 要和阿九告白 老我喜欢你这句话 却被喝醉酒的森田 摔倒在地上的声音 给打断了 最醺醺的森田 随意地睡下墙上的话 然后用手沾上酱油 绘画出了腾飞的金龙 此刻的森田 已经成了阿九心中的英雄 阿九 高兴地目目转睛看着森田 珠本 却悲伤地目目转睛看着阿九 很显然 她也看出了阿九眼中的情感 等到日出时 阿九舒服地站在海边 感受着海风浮面的感觉 随后出现的森田 情不自禁地吻向了阿九 这让阿九 呆上了片刻 她仓皇地逃走 以至于 忽视了蹲在车边的 珠本落魄的眼神 回到画室的阿九 仿佛一朵正在枯萎的花 无尽大彩 手中的画笔紧紧握着 却一直没有舞动 这一幕珠本心疼地看着 可她却无人为力 和森田却仿佛没事一样 出现在电视上 为她的见识之作宣传着 这让主本无比的生气 她知道只有森田 才能帮助阿九 重新充满活力 于是 她骑着自行车 找到了森田 并告诉她关于阿九的情况 拜托她 帮助阿九 一点解奥不逊的森田 顿时愣了愣 随后却点了点头 等到晚上 森田带的阿九来到展览馆 一把火 让木格烧成了灰烬 是艺术品 还是商品 都不复存在了 这个举动 都是让阿九示篮的 她所喜欢的蓝人 终于在世俗和艺术 以及爱情中 选择了一下 整整八年都没有毕业的森田 或许 就是不愿意自己为了世俗 而去堕落 而此刻的主本 则骑着自行车 搭上了一条 巡回自己的旅途 她一直骑 一直走 直到看到那片大海 她回忆着那天的情景 觉得无论如何 也要把自己的喜欢 告诉阿九 哪怕对不起森田 而正在的事业 也遇上了麻烦 实习了很久 却一直被事务所的同事 当做打杂的 来对待 她不愿意要浪费时间 却更不愿意离开李美 牵入两难的真山 颓废地坐在李美的楼下 这一切的一切 三天都看在眼里 她拉着真山走到了李美面前 看着李美 她果断地 全都留了下来 这是她的心知选择 在晚上的毕业聚会 闪天一瓶一瓶地喝着酒 因为她真的很爱很爱真山 可她也清楚 自己在真山心中的体位 在幽静的夜晚 真山背着三天 她感到三天的眼泪 滴落在脖子上的冰凉 激进了夜里 三天 仇业地反复说着 真山 我喜欢你 空气沉默了片刻 真山没有给她答复 而是认真的回应道 谢谢你 而另一遍鼓起勇气的竹本 在出现阿久的画室 小心翼地向阿久告白 阿久凝视的竹本 用灿烂的微笑 回应着 可竹本知道 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阿久的欣赏人 片鸣 蜂蜜与四叶草 青春里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模样 每个人藏了心里的喜欢 都愿意全身贯注地去小心呵护 害怕喜欢的人知道 又害怕 喜欢的人不知道 至于最后的结果 会是什么呢 那还重要吗 一句谢谢你 一句 我喜欢你 一生明媚的笑脸 就足以温暖 一段甜蜜的时光 爱情 不就是这样吗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